弟兄姐妹们平安 欢迎来到圣经加油站 我是今天的加油员刘兆睿 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 启示录的第17章 我所选读的经文是14节 我们先一起来诵读 他们与羔羊争战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者羔羊的就是蒙兆 被选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我为今天的经文所定的主要主题是 同者羔羊也必得胜 接下来我们用问题询问法 来看今天的章节 有什么需要守的诫命 就是蒙兆被选有忠心 那有什么应许呢 就是同者羔羊的也必得胜 有哪些可以避免的罪呢 无 有什么可以应用的 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同者羔羊的就必得胜 那么对上帝有什么更新的认识呢 就是神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在基督教今日报 有一篇张茂松 故事的专栏 是这样子说的 当美国的南北战争开打 战况十分激烈的时候 林肯总统率领了北军 向上帝祈祷 祷告 帮助他们胜利 当然同一个时间 敌对阵营的南军 也一样在向上帝祷告 这个时候就有人很激次的 去询问林肯说 总统先生 现在两边的人都向上帝祈祷 要上帝帮助他们的那一边获胜 上帝难道不会为难吗 战争总是有一边输一边赢 两边都在求他 他到底该帮哪一边呢 林肯解释说 我不敢祷告求上帝来站在我这边 但我祷告上帝让我站在他那一边 只要和上帝站在同一边 必能得胜 果然林肯的军队 因为和上帝站在同一边 终究打了胜仗 我们希望上帝与我们同在 就必须思想 我们是否行在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事 就像旧约记载大卫对战巨人哥利亚时所说的话 当他听到那讨战的非利士人哥利亚 向以色列人骂正的时候 大卫就问说 这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正吗 大卫因着哥利亚 胆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正 因此就请应上阵杀敌 当扫罗王担心他太过年轻的时候 问他 怎么样可以上阵杀敌呢 大卫说道 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因此扫罗才放心地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故事后来的发展 就是大卫只手中拿着杖 同时挑选了几块光滑的石头 用手中拿着甩石的鸡弦 就去迎战那非利士人 大卫为何如此斗胆 敢去迎战大部分的成年人 都不敢对战的巨人哥利亚呢 因为大卫知道 并且对非利士人说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脊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就是你所怒骂代理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 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 以色列中有神 又使这众人知道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后来大卫就用鸡弦甩石 用一块石头打中哥利亚的头 石头进入他的额内 哥利亚就扑倒余地 大卫仅仅用鸡弦甩石 就胜了那非利士人 得胜的关键在哪里呢 不就是扫罗对大卫说的 你可以去吧 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证言二十一章三十一节说 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得胜乃在乎耶和华 当这些与神敌对的权势 要与羔羊征战的时候 羔羊必胜过他们 因为基督已经得胜了 而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所以同则羔羊的也必得胜 凡属基督的神儿女 就是蒙照被选有忠心的 属神国度的子民 必定与他一同得胜 所以重点来了 我们是否列队在蒙照 被选有忠心的队伍当中呢 同则羔羊蒙照 被选有忠心 就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愿你赐给孩子们 有如同大卫的心智 成为蒙照 被选有忠心的人 一生都能行在 神眼中看为正的道路中 到老也不偏离 以你说我们若能忍耐 也必和你一同做王 感谢赞美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